接下來通知老師也要展示 18分枝反數 分枝等X等於1 最小值是負的A分枝3 要溫數被A分枝多少 顯然就是 最小值就是平點 原本的Y 其實就可以寫成 X平方前面是A 所以可以用A分枝出來 它是在-X等於1的地方 所以X-1等於8 最小值是負的A分枝3 所以加上負的A分枝3 那就是-A分枝3 所以Y可以用同式成這樣 其中的這個 你等一下可以把它展開 就變成AX平方-2AX 所以加上A再-A分枝3 A 由這個變 добав 所以你就對照 你的係數 aX平方-2A-A 這個2A該等於這個 A減掉A分之3 該等於2 那你通通整理A 這個A在分母來是A不等0 那不等0當然整理A沒有5 所以是A分8 那減掉3 然後等於這個整理A是2A 然後2A後來就是-2A 所以這裡 可以到那邊成等1A然後-2A 就直接寫了 那你這個排列分解 配成A-3A加1 對不對 這是同一分 所以你就知道說我們A 那應該等於3或者-1 但是這個題目注意喔 這個題目要注意喔 題目有一個字 會有一個要小心 這個叫什麼 最小字 最小字就是它開口要下 上 所以它也要 上為1 所以這個小為1的部分 這個 這個 這個會有 這個會有 因為有最小字 最小字 最小字的時候 也要大個1 這個部分 所以A就等3 那B就會等 複佑 所以我們的AB 就是3 有點複佑 好 我們在裡面 請